大嘴吃天下 我们还要吃什么 都那么胖了 还要吃什么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很重要 这一定要吃的 对 就算你再胖 你就更想吃这种东西 一定要吃下去啊 它叫做千体美食 千体美食 厉不厉害 又千体 可是还是美食哦 对呀 让你又千又好吃 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想说 这个题目太适合 在岁末年终之后 好好的介绍给大家了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那我现在呢 比较担心一点就是 我吃这么多啊 所以可以再吃东西 就是用 一定可以 饮食来达到减重吗 当然可以啊 诶 这是有理论基础的哦 真的假的 不信的话 来 禅 禅 是什么禅 那个 哦 你那个是壁虎啦 不是禅哦 发错 那个是壁虎 小心哦 你是哪里来的 怎么禅叫做这么特别 是夏天的那种禅 哦 禅 这个禅呢 这是最好的例子啊 诶 很特别哦 为什么 你看禅的体态 是不是很轻盈 对不对 所以你什么时候看过 那个哪一只禅 跟三五好友 约去西餐厅吃牛排 喝红酒 没有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它有个秘方 怎么说 它有个秘密啦 禅之所以能维持 这么好的身材 秘方就在这里啊 它只吃一些水分 还有些树枝之类的 流质的食物嘛 对不对 这些食物卡路里很低啊 所以如果你跟禅效法 只吃这些食物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很快 就可以瘦下来 对不对 是啦 Queen这个也说的 也是很有道理啦 可是 到底我要吃什么 我总不能只喝水跟树枝吧 要吃什么 其实呢 我必须要承认啦 怎么样 这个控制饮食来瘦身呢 好像很难对不对 超难的 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毅力 一点都不难 好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嘛 你该吃什么都没有定论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通常我们都是找一个营养师 对不对 根据你的体质来决定 你要怎么吃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不用找营养师 听我的 听Queen的 有一个万事不变的通用法则 记好了 那就是 吃很难吃的东西 哦 有没有记起来 吃很难吃的东西 如果你三餐家宵夜呢 都挑一些很难吃的 甚至是难以入口的东西 哦 所以哦 我跟你讲哦 怎么样 怎么样 享受不下来都很难 哇 吃难吃的东西是不是 嗯 我想想看了什么难吃的 来 有没有想到 哪些是很难吃的东西 哦 我跟你说 嗯 难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啦 对啦 所以啊 只要你觉得好吃 就算是大 比 耶 也是很好吃啊 大 比 耶 咽下去 对不对 所以啊 你 你 与其去找一些那种 很真的很难吃的东西 你倒不如找一个 超喜欢煮饭啊 偏偏又煮得很难吃的配偶 啊 当然 我不是说你要把配偶吃掉 哦 不是不是不是 误会误会 误会误会 是要你 把那个煮饭的重的担任 交给他 哦 对不对 否则你吃它也只是 杀鸡取卵而已啊 对受身边有帮助的 真的真的 这个方法的确蛮好 不错对不对 对 可是大家还是 很难做到这种啦 大家通常都会直接去买那个瘦身食品 对 我跟你讲 我这边要特别要跟大家讲说 瘦身食品要怎么样挑选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两种类似的瘦身产品 同时陈列在这个货架上面呢 好 你去小心一下看 看什么 制造日期 其中有一个有可能是过期的 另外一个还没有 这时候 你一定要挑选那个还没有过期的 还没有过期的 我跟你讲喔 虽然有时候 使用这个过期的瘦身食品 它的瘦身效果 可能比没过期的还好 但是我们还是真的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啦 是不是 就是还是要保存期限内啦 不管吃什么都是一样啦 对不对 尤其你知道 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瘦身嘛 对啊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目标 对 我们要找说 我要像谁一样瘦 对对对对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讲一个古人了 古人谁 身轻如燕是谁 身轻如燕 小燕子 不是 是赵飞燕 是的 这个赵飞燕的体态 大家都说他身轻如燕 真的耶 听说喔 这个 像我们的历史查证说这个的 体态轻盈到 可以在人的手掌上面跳舞 到底这个赵飞燕都吃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重点 他吃什么不是重点了吧 是什么 是你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手掌啊 他在手掌上面跳舞耶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手掌上面跳舞 我建议你可以去那种民间的庙里那边找找看 只要有如来福 如来福的那个庙 超大 手超大 我跟你讲你不用想说在他的手掌上跳舞 你就想在上面翻跟斗斗可以 真的真的 踩大球也可以 都可以 超棒的 对啊 那我想问啊 干嘛 其实我有时候啊这样 臭生产品嘛 一次买太多 对啊 买太多那个吃不完 到底可不可以 倒在那个收水桶里面给养猪的吃哈 不是给养猪的啊 是给猪啦 对啊 养猪的回去吃啊 哎呦 讲错讲错 可是这个很难说 因为这个就有点牵测到道德层面 你知道 因为大家都说 人怕出名 猪怕肥 对啊 猪怕肥啊 给猪吃啊 但是事实上来说 是猪怕出名 人怕肥 这也很多 我跟你说 哎对 所以根据我的观察呢 猪一点都不怕肥 反倒是他的主人啊 猪觉得他不够肥啊 觉得他少五斤少五斤啊 哦 对 所以说你如果把收成食品 你到他收水桶里面的时候 不要被他的主人发现 千万不要 嗯 而且也千万不要让他的主人 看到那个有标卡路里的菜单 要不然你 哦 会有纠纷 我跟你讲啦 所以真的是给养猪的吃 不要给猪吃 对对对 对不对 这样子对好 这样子好 对啊 可是其实我们这样讲这么多 我其实有上网先找 一点点小小资料啦 怎么说 你看收成食品上面 都要有一些水煮蛋 干嘛吃水煮蛋 这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认为哦 最早写这个食谱的人 一定跟卖茶叶蛋的有仇 他故意学用水煮蛋 来气这个卖茶叶蛋的人啊 这样就一直沿用了下来啦 一定是啦 难怪这样子 哎呀我朋友就有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除了你每天都要喝水啊 喝水会瘦之外 你还要一天吃七颗水煮蛋 可是是只能吃七颗 好恐怖哦 可是我常常觉得很饿啊 这样吃就不会饱 嗯 所以我如果把它改成那个 我一天吃七颗水煮的鸵鸟蛋 你觉得怎么样 鸵鸟蛋是不是 对啊 听我一句劝啦好不好 减肥叫做良心事业好吗 你这样子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好 你更不要提鸵鸟这么可爱 你对得起鸵鸟吗 好吧 我要再次提醒你哦 瘦身食谱不要乱听朋友建议好不好 我们还是找这个营养师 可以吗 对 还有这个东西很特别 我这听到这个我们的广大听众啦 之前有提出一个问题 我这次就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什么什么 他问我们两个说 这个听说 蒟若是这个瘦身的圣品 那可不可以请我们两个 特别介绍一下什么是蒟若 蒟若是不是 对 让我来介绍蒟若 真巧 所以蒟若啊 就是一个植物名嘛 天南星科蒟若薯 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不照这样的介绍 你满意了吗 希望下次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 我们是美食杂志 是美食节目 不是词典 也不是国学的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相当的 算是展现我们的不同的一面啦 满足这个听众的问题 不过下次还是问得实际一点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千题美食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可以越吃越健康 越吃越开心 好了 我们大嘴吃天下 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